哈喽大家好 我是The Night的KK雪佳琪 因为前段时间呢 就是会经常熬夜 还有一些综艺的拍摄 我的肌肤呢 渐渐的就变得暗黄 有的时候会长一些小闭口 对于大名鼎鼎的神仙水 我之前就还没有用过 一来呢是因为我的肤质 其实是属于中性的肤质 所以说是T区偏有脸颊偏干的 二来也是因为我工作比较忙 所以也没有时间去 多了解这个神仙水这款肤肤 然后刚好最近呢 SK2也邀请我 分享一下我与这个Petera的故事 接下来呢 就让我开始使用它的护肤Vlog吧 开始一世满满地使用神仙水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 火醉伤 手背 手背也不能忘了 我回来了 我呢今天拍得出我什么时候画了一个小小的淡妆 因为我今天是去练舞了 之前的话呢 上了妆练舞之后我就发现 我的汗出不来 导致我的皮肤呢 就会有点油油的 很透不过气 闷闷的 我去照顾镜子 现在感觉出油也变少了 你看看这个脸上的这个闭口 也减少了也都没有了 后期的感觉 明天天气还不错 让我先感受一下我的肌肤状态 因为昨天晚上又熬夜了 像我平时的话都是会比较暗黄 而且脸上T恤会有点泛油 今天好像还好 而且这个脸摸着感觉滑滑的 我先走了 拜拜 因为我今天要去录音棚录音 我准备给画了 画个小小的淡妆 先护个敷吧 哎呀 你看 我这一瓶已经不知不觉快要用完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发现我的皮肤 就是有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 通透感 好像气色也比之前好了很多 而且我的肤质的话 也是达到了水油平衡的状态 T恤好像也没有那么油了 我的脸颊摸上去也是完完的 要不今天就不化妆了吧 就这样粗的也串 好啦 我这一段时间的试用已经 你看已经空瓶了 我现在这个肌肤今天也是素颜的状态 你看看这个皮肤好像是比之前细腻的 而且有光泽一点 是不是感觉比较通透呢 不仅仅是油皮还有干皮 还有像我这种中性肤质 还是都是可以试用的 效果不错 这个神仙水不愧是神仙水 简直就是没有辜负我对它的期待 好了 我接下来呢 还会继续回购的 朋友们冲它 嗯 谢谢大家